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當作伸手牽手去上學堂 在我身邊剛剛擔任我們Hong Kong Sing Channel第六屆 I Love Candle Pop 我唱這些廣東歌總決賽的表演嘉賓 魏家信的Chris 你那首Shall we talk 觀眾的反應很好 本來Shall we talk 也有一點淵源 這首歌我很喜歡的 當然是因為我今天唱 其實我在中一比賽的時候 我曾經很想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講感情 我很想唱給爸爸聽 但結果沒有機會唱 誰知在中二的時候有一集的助力賽 我又可以和劍民合唱 又可以完結我想做的事 今次又可以自己整首歌再唱出來 又是另一種開心的對我 你就是一個專業人士 一位律師 也是對著很多文字 對著很多文件 但是經過你的比賽 還有你現在有位歌手 你這麼喜歡音樂 這麼喜歡唱歌 其實你懂性以來 你是聽誰的歌長大的 我自己第一次躲在一間房間唱 就是張學友的 《分手總要在雨天》 因為他才六歲 那次我第一次拿著咪咪嘗試唱 除了儀歌之外 就是第一首廣東歌 所以很深刻 所以每一個階段 我聽很多張學友的歌 譬如去到我大了 可能中學的時候 那就是鄭蓉空 活著Fever 再之前 一開始他可能 《祖滋》 《愛後如生》 那些歌一路就會去聽 當然Eason 還有很多歌我很喜歡聽 在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很喜歡聽廣東話的歌 因為始終可以直接跟我說 因為是自己的語言 Chris令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經常覺得專門人士 尤其是律師 是要一個很理性的 分析力很強 但其實音樂是很感性的東西 你覺得在你的人生 或者生活中 你工作就是這麼理性的工作 但是你喜歡的東西 又這麼感性 其實會不會令到你的雙重性格 還是能調整到你的人生 其實反而是 反過來來說 你說我職業要很理性 我個人很理性 所以要選擇 用對的工作 但反而我個人 一向是 過分地感情用事 所以反而是 我要去做我現在這份職業 我反而要調整自己 去理性 但是本來我個人內底 是很有... 我沒有理由這麼說自己 但我是很重感情的 我會很容易流淚 可能和我兒子看卡通片 看到大團團結局 我都會流淚那種人 所以反而你講回唱歌 去聽歌 這些 就是 本身和我的connection更加緊密 是這樣的 所以反而是 音樂一樣的幫助我 去做好我的工作 令到我可以 整個人輕鬆些 如果你擁有自己第一首 原創的歌曲 你最想的那首是什麼歌曲 如果真的是第一首 那一定對我很重要的一首歌 那我當然是 很希望圍繞著我自己的故事 那我又沒有得禁 第一首我沒有得禁 貪心 你問我就是很想 整首歌是講完我人生的 所有的經歷、心路、歷程 但是沒有辦法的 但我很希望 可不可以 起碼這一首歌 是會告訴別人 其實偉家信是一個 什麼人 善 我很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有一首新歌 基本上是我們每一個人的 願望 又是另一個願望之助 所以我真的 現在我每天都很渴望 有一件事可以發生 現在公開 看看會不會有些音樂人 對於《危家信》有興趣 公開是 為你創作你的第一首歌曲 其實你心目中 有沒有哪一位流行歌手 是你的奮鬥目標 你很想學習他 也希望有一天能夠承擇他 這一刻我想到譬如 Eason 陳奕迅 因為他唱歌 唱功當然很好聽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也會表現到他的性格 真性給別人看 我是覺得 你身為一位歌手 你唱歌歌是好聽 你吸引到別人 但是你的性格 都可以很有吸引點 譬如他我覺得是很直率 不用去阻讀 有什麼我想說就想說 做回一個真性情的人 這是最值得尊敬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喜歡去做音樂 喜歡去唱歌 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會經常提醒自己 所有東西都是兩個字 就是初心 不是因為比賽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有什麼改變 而影響了這一點 所有東西 由心出發 成年人都這麼大 很多時候 實際上 未必是每一次 都可以做到最真的自己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一定會堅持去做的事情 能夠唱歌 你覺得對於你 和你的聽眾 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我自己個人 就是又是初心 因為從小時候 看到一首歌 就很自然地拿著什麼去唱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希望到幾十歲之後 會改變 因為其他原因而喜歡唱歌 但當然每一次 如果有更多不同的歌唱 或者其他的事情去做 我都覺得已經是一個優惠 所以你說如果身邊 都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其實只要我唱的時候 我開心 大家又聽到開心 就已經是最滿足 所以一定要堅持一件事 不要改變 雖然只是短短一直說 但我有好心的感受 雖然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聽到 Chris的第一首原創歌 但我相信你的心態 已經很準備 迎接這一天來想 因為我覺得 你很明白音樂 其實是在做分享 所以跟你談完之後 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希望 有這一天 Chris告訴我 我第一首歌 可以推出 那就一定要告訴你 我和你一起合唱 好嗎 現在不是現在 很快的 加油 Chris 謝謝 好嗎 大家好